女朋友 妈 李叔 我们去学校了 好好好 哥 你先等一下 妈 李叔 我有一个要求 我想 想和我的亲生父母见一面 我 我就是想问他们一些问题 想当面问问他们 那个 你想正面接触一下亲生父母 是人之常情 可以 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啊 我觉得还是由我和你妈 先和你的亲生父母的亲爱 见个面沟通一下 就是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最好能安排一个适当的场所 给你们见面 然后再由大人带着你 正式地帮你介绍给他们俩 这样你们就正常地沟通了 你看这样行吗 行 嗯 嗯 那个佳佳 嗯 那咱们先去学校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检草书别忘了 嗯 带着 是吧 嗯 那我们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嗯 那李叔再见 嗯 嗯 李华 丁姐啊 非常感谢你们能主动 约见我们 佳佳的情绪 稳定了吗 佳佳情绪还算稳定 她提出来想见你们俩 所以我和丁姐呢 将提前和你们沟通共同 嗯 嗯 太好了 哎呀 那是 是这样 那个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们会全力地配合的 嗯 绝不会再做对不起孩子的事了 嗯 是 嗯 至于这个 家长想见你们啊 我们不反对 我们是支持的 啊 而且为了你们方便说话 在你们见面以后 我们俩都不会在场的 你们可以尽情地畅作预言 但是有一个底线啊 就是涉及到 嗯 孩子的去留问题 因为家家还未成年嘛 是吧 所以说 最好不要再提 嗯 这点你放心吧 我不会提这个问题的 这个 我 我们会 谨慎小慎地说话的 嗯 还有就是 他即便问下来 我们也会跟他说 这一定要争取你们的同意才行 好吧 嗯 我还有一个要求 哎 你说 希望别影响孩子高考 也希望你们 不要承诺孩子 有关前途的事情 嗯 好的好的 我们都答应 家家想见我们 我们当然高兴 但是 我们不想伤害到你们 我们不想伤害家家 更不愿意伤害你们 我们大人就不用考虑了 这次见面 别伤害到孩子就行 一定一定 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二位 喂 家家来了 司徒叔叔 海伦阿姨 你们好 好 家家 家家 是不是该换个称呼了 这是你的亲爸爸亲妈妈 司徒爸爸海伦妈妈你们好 好 家家好 怎么还带着姓氏啊 我 我有点不习惯 滚哥 别再难为孩子了 家家 我的孩子 我们终于相聚了 太好了 那个 那个海伦 让家家先坐下吧 好吗 对对那那什么 那先你们坐点聊啊 那我回去了 好嘞好嘞 家家你们好好聊啊 好嘞 谢谢 谢谢 来 来 家家 坐这儿 家家 我今天和你妈妈 特别开心 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接受我们 说几两心话 这么多年了 我和你妈妈 没有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 你要怪呢 就怪我们俩 在这儿呢 我和你妈妈 向你表示亲 对不起了 对不起 你们先坐下吧 我现在父母双强了 家家 我们只希望你健康快乐 还能考上大学 这不需要你们操心 家家 今后我和你妈妈 会用一百二十倍的爱 来尼补你 行吗 我好像不需要啊 我有妈妈的 奶奶的 还有哥哥的爱 他们给我的 真正的爱 你们给不了 我 家家 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情绪啊 对 我就是有情绪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你说吧 家家 你问吧 问吧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你 那好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当时生了我 却不要我 家家 那个时候 我跟司徒 才上大三 我怕影响她的学业 就悄悄离开了她 然后 我就跑去生下了你 可是 当时 我身无分文 年纪又小 我怕养活不了你 所以 那个 佳佳 你妈妈她呢 也有难言之意 当初是爸爸执意 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逼着你妈妈 让她把孩子做掉 你妈妈她 是想留下来 可是 就是由于我的这种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就是你们发生分歧后 偶然残留下来的结果 所以得到的 必然也是被抛弃的命运 佳佳 那时候 我们都还年轻 还年轻 你们都已经上大三了 少说也有二十岁了吧 十八岁就是成年人了 你还说自己不成熟 佳佳 你要怪了就怪爸爸了吗 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根源在爸爸这儿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不追究这些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要是当时丁杰妈妈 没有收留我 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扔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佳佳 会把你交给一个 靠得住的人 那你凭什么认为 丁杰妈妈是一个 靠得住的人 她当时一个人 带着刚出生的孩子 还拖着一个有病的奶奶 正是她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那她要是动了不良的念头 把我扔了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但不会 你们就在产房里待了一天 你就这么相信她的人品吗 她 她 她看起来 是一个很面善的人 行了行了 你没办法给自己辩解 是因为你当时就是想摆脱我这个累赘 当时你的身边只有我 你完全可以去找司徒 和他一起把我抚养成人 可你没有那么做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对吧 行 那我再问你们第三个问题 这十七年来 你们有没有找过我 佳佳 我找过你 找过你 我回了老家 我到处打听你 后来 我打听到 你们搬到城里了 但是 不知道你住在哪儿 本事有多大 有那么难找吗 你们去当我学生起事吗 你们去灯泡找过我吗 你们去公安局找过我吗 你去找过我吗 佳佳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小 我怕丢人 怕丢人 我还没有你的面子 周庸 佳佳 这都是爸爸的错性 是爸爸的错 你病生有气性吗 佳佳 佳佳 请你原谅我 佳佳 佳佳 我不恨你们 真的 但是也谈不上什么原谅 这十七年来 我一直过得好好的 你们就没在我的记忆里存在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现在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希望从今往后 你们别再来打架我的生活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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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也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 我想啊 我想就佳佳去看司徒和海伦 说几句 按理说呢 我是最没有资格来说这件事的 但有些话呢 别带肚子的 不说出来挺难受的 也说完了供你们参考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好 今天我送佳佳去看司徒和海伦 当海伦看到佳佳那一瞬间 我看到她的表情时 我心里真的挺触动的 看得出 就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好 那真是在血液里 在骨髓里 那是剪不断 也是隔也隔不绝的 既然啊 我们答应 佳佳去看司徒和海伦 那么我们就要做好 佳佳有可能 会和她亲生父母在一起的 思想准备 李叔 这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啊 佳佳就是我的亲妹妹 妈 佳佳就是你亲女儿 我不同意 不同意 是的 孩子你说得没错 但是佳佳啊 既然真正的她的亲生父母了 不等于会把我们忘了呀 她也不应该离开我们呀 是不是 即使佳佳这份迟到的父爱母爱 对她是晚了点 但毕竟她得到了 是吧 难道我们不愿意看到 佳佳的幸福和快乐吗 如果花蜜思考 假如佳佳啊 是我和你妈妈啊 我说假设啊 假设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孩子 那么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回来了 李叔 你们刚才说 你们刚才说 要把我送到司徒和海伦那儿 那是什么意思 佳佳 你千万别多想啊 我们只是答应他们的基本要求 好 嗯 妈 那你是怎么想的 难道您养育了我十七年 现在就这样也要把我送走吗 妈 妈 佳佳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有一个让人这么伤心的身世 因为从我亲世起 妈妈就没让佳佳受过苦 遭过罪 我始终都生活在一个 充满阳光 充满温暖 充满爱的家庭里 真的很幸福 十七年前 一个不爱我 只有伤了我的人 把我遗弃了 是妈妈您 把佳佳做医院抱回家 如果没有您 我就像 我就像大街上流浪的小猫小狗一样 无依无告我 他没有被捐 我跌倒下 所以我们是谁 我们来观看 这个更多的 你不是摸三år的 2 1 2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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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你的亲老爷 他可能不行了 又下病危同志书 这次可能很危险了 想见你最后一面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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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兵 小李子 首长 你是不是应该还有意识啊 首 首长 好 首长 这就是上次来要给你当 外孙女那个佳佳 她实际上是你的亲外孙女 她是十七年前 你女儿 海伦和自图先生生的女儿 她是你的亲外孙女佳佳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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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佳佳 我是您的亲外孙女 老爷 爸爸 爸爸 你别激动 我不走 就在这儿一直陪着您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肯定会好起来的 好 爸爸 佳佳 是丁姐夫养大的 是啊 是丁姐养了佳佳十七年啊 丁姐 老爷 来 来 你 这就是 把佳佳养大的丁姐 大叔 大叔 我是丁姐 佳佳真的是您亲外孙女 老爷 你要说什么 别说 别说 我认识她说谢谢 别 不用谢大叔 这是缘分 别 老爷 老爷 网友 要说什么 别说 我不说 你 我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老爷 网长 老爷 网长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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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老爷 老爷 首长 老爷 首长 首长 老爷 首长 老爷 首长 快叫医生 爸 快 好 哎 那个 真假的图你差不多了啊 嗯 咱淡回去 等一下 你看 那个 这是你们洗衣店的 是吧 先别闹先别闹先别闹 这洗衣店的 洗衣店的 这都有了吧 没什么遗漏 全体员工 你看看对吧 都在吧 还有这边 这个是健新的 就我那兄弟们还有 你看 健新酒店的 这没问题 这我看过了 还有咱们就是亲戚们 那个大姐大姐夫 大姐夫有了有了 还有 那个谁 那个丁伍 是吧 抓他们一家 一家三口 那个谁 奶奶你要干嘛呀 两孩子 奶奶你一会儿帮我 奶奶我要帮我 看你眼泪什么吧 妈 这这还 别闹别闹别闹 别闹别闹 那个什么 看看佳佳他们老师 对 佳墓 他们你们老师没有遗漏的 对对对了 你给你补课的别忘了 那个 你记上就行了 对对 一共老师同学 加一起是十五个人 对吧 十五个 对对对 对对你们 好了好了 还有一个小病 谁啊 这个我们的司徒先生 和汉律女士 你得请吧 请 好 只要他们愿意来就行 好的好的 哎呀 你们的商量啊 差不多 你们也遗漏了啊 确认啊 那个李叔 我和佳佳商量了 觉得除了 妈呀 哎呦 哎呦我妈吓着了吧 妈来 是吓着了 不给你打了 哎呦我吓你了 那个啊 你送送送看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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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有点保密 我就有点夸张 什么保密啊 儿子你说不说 不能说 到时候你们俩就知道了 你说我也不想知道 嗯 跟妈说 告诉你啊 佳佳你不许告诉妈 就不告诉你 哎 我我我猜上了 嗯 我我你对不起啊 我给你忙 我这是谁 你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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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快来干我 快来干我 哎呀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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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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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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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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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司徒 你看看 这些呀 都是直接从巴黎空运过来的 你看还有什么遗漏吗 哎呀 你也真过细心的 这该准备的都准备 嗯 不过我觉得这些礼物吧 有点俗气了 什么呀 你看你看 这个 是世华洛世奇的顶级的礼盒 是 这些我都知道 嗯 我跟你说是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啊 你和佳佳 丁杰 李宽接触的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感受到 他们之间有一种 浓得划不开的感情 那绝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所以说咱们给孩子准备礼物 应该准备一些那些 有价值有念性的那些 歇会儿吧 好好好 来 不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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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点水 别烫了别烫了 没事 有点热 没事 你说你呀这天天哪 这浑身总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 早上起来就开始乐 整天都合不拢嘴了 能不乐吗 高兴啊 再说咱俩孩子 这十八岁多好 人生只有一个十八岁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验名正身呢 咱不是说过好像等孩子高高以后吗 但是现在高高以后 他认为我的爸都无所谓了 反正我是他爸 那哪能无所谓呢 有所谓 毕竟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那总不能一辈子做继父吧 也对 听你的 怎么了 尊敬的丁洁女士 其实今天呀 让我最激动的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终于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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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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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叔叔来了 叔叔好 阿姨好 你好 往里面进吧 你们来了 阿姨好 欢迎 在家 大陶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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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 阿姨好 祝贺你们啊 谢谢阿姨 大陶阿姨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你们成人离我 怎么可能不来啊 哎 怎么样 这衣服 这衣服好看哦 太漂亮了 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快再转一圈让我看看 谢谢 阿姨今天最漂亮 是吧 都来了吧 都来了 快进去吧 来 我们就按现在这个程序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 好 你说 你说 妈 看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 神秘嘉宾 一二三 好 神秘嘉宾是你呀大刀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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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那个健心 怎么说 咱们可以进一个第一项了吗 可以可以 你来说 你来吧 好 那我就宣不下 各位 稍微静一静啊 这个咱们离开始时间啊 还稍微有那么一会儿 正好有了嘉宾 陆陆续往这儿改 在这个之前啊 我和我们的司仪健心总经理 我们俩有一个创意 为了给大家郁郁热 给你们看个节目 想不想看 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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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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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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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